观众学好来看一下张师大的研究所好题 这个题目我想要用一阶线性微分方程式的标准解法解看看 我先把原来的方程式除以x平方 原来方程式除以x平方的话就变成y的微分 加上x分之3乘上y等于x平方分之1 然后整个相次给他乘上一个f 这个f相当于是积分因子 虽然积分因子是在正的微分方程式那边才会提到 我那时候用到的积分因子如果跟x有关的话 就跟现在乘上f一样的概念 f乘上y的微分加上x分之3乘上f 再乘上y等于x平方分之f 然后我去安排什么呢 我去安排说x分之3乘上f 刚好是f的微分 这样的话会形成所谓的微分后面的y 加上微分前面的f的形态 我就可以把微分后面和微分前面合并成一整下的微分 f y 一整下的微分 那这边是x平方分之1乘上f 各位学到这边之后我要去算一下f是多少 好 好 好 因为我是安排什么呢 我是安排f的微分 是等于x分之3乘上f 好 我把f相关的放左半边 x相关的放右半边 也就是说自电数在右边的形态又看到了 其实有点类似刚刚这个概念 好 那我就可以积分它了 左半边右半边同时对x积分 对x的微分跟对x的积分抵消掉之后 左半边就是自电数 一边数f的积分 那就是nature log f 对应到右半边的三辈的nature log x 好 把3移到里面 就是nature log x 地方 那很显然啊 f就是x的积分 好 Groove有把f算出来之后 现在把它带回刚刚那边 好 带回这边做后续的运算 好 我现在要积分它 好 积分可以抵消掉这个微分 fy对x的微分 可能这个微分可以靠着积分抵消掉它 好 这个x平方分之f要积分它 好 不定积分的关系 所以我加一个积分常数c 好 f把它带进来 那这边都抵消掉了 好 f的话是x立方 乘上y 好 右半边的话就是x立方 除以x平方 积分它 再加上一个积分常数c 好 再整一遍 好 右半边的话是x一次方 对x积分 那就是二分之x平方 好 Groove有算出问题的通解了 这种包含今天常数的答案称作通解 好 同学们描述清楚一点 应该比较不会被老师挑毛病 挑扣分的毛病 好 就描述一下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通解 好 好 科生学请参考一下 谢谢 谢谢